俄乌在库尔斯克州的战斗持续 双方在23号先后发布视频 声称成功攻击对方目标 乌军表示利用美国提供的高精度滑翔炸弹 对库尔斯克州的俄军据点实施打击 俄军则表示利用无人机成功击中乌军坦克 乌克兰空军司令奥列修克指出 乌军使用美国制的GBU-39小直径炸弹 打击俄军据点 击中了一个无人机控制点 一个电子战部队 设备及武器 以及多达40名俄军人员遭到攻击 俄军也发布视频 声称俄军使用柳叶刀无人机 在库尔斯克击中了一辆乌军坦克 面对乌军的持续攻击 库尔斯克州代理州长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库尔斯克市和其他城镇 已开始建造钢筋混凝土避难所 以便居民躲避乌军袭击 而在较早时候 乌军袭击了俄罗斯高加索港 一艘准备前往克里米亚的邮轮 另一方面 俄军连续第二天指控乌军 企图攻击库尔斯克核电站 声称击落了三架乌军无人机 其中一架掉落在核电站核燃料 铸存设施附近 指控袭击是核恐怖主义行为 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哥罗西表示 将在下周访问库尔斯克核电站 他呼吁各方保持最大克制 避免发生核事故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